我叫王婉如 1986年生台灣台北人 現在在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擔任老師 我大概是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開始打乒乓球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就以少年台灣代表隊的身份 到日本參賽 參加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開始打乒乓球 當年度的東亞運動會 當時我的世界排名在17左右 像一個剛剛退役的選手 袁愛 就是那個時候小我們兩三歲的 所以在賽場上都會看到他 然後其實大家都是認識的 都是非常熟悉的關係 08年那一年其實非常少台灣的到大陸讀書 因為當時台灣它其實還不太承認大陸的學歷 當時也沒有考慮到這麼多 就想說過來之後 反正其他地方都承認 然後讀書也算是為了自己 就可以看看不一樣的生活嘛 所以就還是考過來了 當時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高校老師 應該是說沒有太仔細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我原先是在中央企業工作 然後在一次開會的過程中 我們就認識了我們穿大這邊的一個老師 剛好穿大其實有個機會是給35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會一邊幫你申請國家的博士後 但是你同時就有雙重身份 你也是講師 所以我就想說那好可以試試看 然後提起 但是其實兩岸的就業情況不太一樣 在台灣一個高校老師起薪大概是一萬六七左右 這個起薪其實相對於大陸來講是很高的 反而大陸就是給你很多可能 可能剛開始進去很低 當時很多親戚朋友包括我父母就很不能理解 我一直反覆跟他們講 我說其實平台很好 就是有很多台灣可能沒有辦法看到的東西 他能接觸到的人 也跟在台灣的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一點反而是大陸真的是機會比較多 然後他覺得你如果有能力的話 你的年齡真的不是問題 而且隨著我在大陸越待越久 回去之後反而有一些不適應 我覺得就有聽到說 你老師是文化如老師之後 我知道耶他真的超好 台灣的人在這邊生活 機遇很多挑戰很多 當然困難也很多 我很多台灣的老師朋友也就說 哇那你可以找到一個正式的教職 你真的非常不容易 現在大陸的機會真的還是 就還是真的比較多